大学学历彻业在26号正式登场 不过25号蓝宇乡附近海巷很不好 往返的台东的交通船及飞机都停驶 导致有两名考生无法顺利到台东来应考 蓝宇中学校长杨瑞良 生怕同学因为没有办法应考造成遗憾 特别求助于乡长还有立位六兆号 并且找到了台东海巡队帮忙 在25号的晚间8点15分 成功的让两名学生抵达了富岗渔港 今天是大学学历测验的第一天 所有学生都做好万全的准备来应考 不过在蓝宇乡有两位学生 因为附近的海巷状况实在不太好 往返台东的交通船和飞机全都停飞 导致这两位考生无法顺利到台东应考 蓝宇中学校长杨瑞良 为了让学生不要留下遗憾 于是求助了乡长以及立法委员刘兆豪 找到了台东海巡队的帮忙 终于在昨天的晚上8点15分 成功的让两名学生抵达富岗渔港 他们这两天就跟老师讲 昨天就跟老师讲 老师今天早上就跟我说 校长真的没办法出去 看你真的是太多天都有问题 因为你学生现在还没有毕业 如果你太多天让他出去 其实他在台东还是很麻烦 今天他们两个都笑出来了 我说海巡这边有希望 他们真的笑出来 来我的办公室真的笑出来 我说这样的大家一起来帮忙 他真的值得 台东参加今天学测的两位高中的学生 可能没有办法如期的搭上飞机 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里面 我们就开始联络海巡单位 希望他能够来帮助这两位学生 能够顺利参与今天的考试 我们三点半就先去安全室 然后我们大概等到五点十一分 你感觉会出国吗 我就蛮担心没办法上来考试 海巡船还蛮好做所以不会很运 感谢校长有帮我们提出海巡船 让我们到台东考试 很开心可以来参加那个考试 参加学测这样 当时得知自己可以顺利来到 台东女中应得的两名 兰与高中生都非常的开心 他们说如果没有各界的帮忙 恐怕会相当的遗憾 如今可以顺利进入考场应考 也会全力以赴考取国立大学 记者参参终后报导